接着来看到第二届县长杯全国健美比赛 日前在宜兰县体育馆隆重登场 吸引全国数百位选手来参赛 中华民国健美协会理事长许安静 跟宜兰县健美委员会理事长黄玉宜 期盼透过比赛让选手可以相互交流提升竞争力 并也培养一流的选手为台湾争光 第二届县长杯全国健美比赛 除了有男子新秀形体组以及健体组之外 还有女子新秀比基尼组 吸引许多外县市好手前来参赛 竞争非常激烈 我叫做曾文心然后我来自新竹 那今天参加的项目是女子比基尼新秀组跟公开组都有参加 那比基尼主要是想要呈现女性优雅的一面 然后不太需要肌肉量过度的发达 主要是看身材的比例 OK 那我目前重训大概是三年的时间 会来这里比赛 主要是对健身很有兴趣 中华民国健身健美协会理事长许安静指出 宜然县健美运动在主委黄玉宜极力推动下 成绩非常好 今年全国运动会还夺得二金一银的佳击 今天在这个宜然办管理协会十多二次 经过我们的黄议员的推动 他是我们宜然官健美的主委 经过他的推动了 我们的全国运动会就拿两金一银 所以说这个成绩非常好 希望一百一十三年的全国全民运动会 能在更创加剂 在这个黄议员的推动之下 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健美委员会主委黄玉宜则是强调 健美是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运动 未来将持续办理比赛 让健美运动在宜蘭发光发热 健美这个运动来说 这可以说对于我们普通的社会 国中每一款人都可以来参与 健美外动来说对身体是最好的 黄主委也感谢全国赛能来宜蘭举办 来带动县内相关产业 同时期盼透过比赛鼓励选手互相交流 提升竞争力进而培养一流的选手 为台湾争光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